大家好,我是三寶媽品牌子創人Sandy 向經濟渡報的讀者問號 湯水是非常有養生的價值 尤其在疫情期間,湯水對我們提供免熱力 對我們體內的毒氣、濕氣有非常好幫助的狀況 湯包為例,每一種湯包的功效是不同的 例如現在最適合喝的是苦與靈芝湯包 苦與靈芝湯包是一種來自野生的菌類 它對我們的免熱力系統有非常好的防禦效果 對我們的喉嚨、氣管和肺部 是有非常好的加強作用 所以現在疫情期間,我們每天都會吸收污染的空氣 等同於有一種保護膜 我們香港這個地方,南方濕氣是很重的 其實很多病痛都是來自於我們身體 積聚了很多濕氣排出 所以我們要透過食療、湯水 去把我們體內的濕氣排出 所以例如我們的去塞湯包 或者是靈芝土福聯湯包 都是很受香港人歡迎的 因為是可以將我們的體內的濕氣排出去 等同於將我們身體過濾一次 將吸收的毒素、濕氣過濾一次排出去 我們的身體就不會積聚了太多不乾淨的東西 例如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些中央肥胖 即無論男士、女士、老人家等 會積聚是肚腩的部分 其實除了我們平時吸收的 例如營養太好、吃得太肥 脂肪積聚 另一樣東西就是濕氣 濕氣排出去都會導致我們有個大肚腩 其實大肚腩對我們的身體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就要喝好湯水,而不是隨便喝 以前媽媽真的沒有 隨心所欲 這個當真是拿一把 北企拿一把 紅棗、杞子、杞子全部 一扔下去就煮 沒有按份量客人去煮 按照80歲的老中醫 她是她的經驗所累積下來的 她說一定是要按照份量去做一個養生湯水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凡是藥都會有三分毒 藥材都是藥的一種 所以我們一定要合理去配置它的份量 什麼是多少刻 當歸多少刻 幾指多少刻 紅棗多少刻 才可以對我們的身體達到最好的效果 而不是多就代表好 很多時候是過有不及的 年輕的小女兒 例如有些血氣 現在他們很喜歡補氣血 血氣不太足 因為可能我們經常是冷氣房 或者我們工作比較忙 小運動的時候 失氣又排不出 血氣又不足的時候 就會變了手腳冰冷 還有面青唇白 氣色不太好 我們透過這些湯包 就可以調養我們的血氣問題 他們這麼美女 年輕人喜歡補氣血 補氣血為主 另外一方面就是血濕 另外一方面就是捱液 正如你所說的要護肝 因為捱液捱得比較多 但你何時開始重視健康 很小開始 我想十幾歲開始 因為都是貪美 都會很注重健康方面的資訊 最近開始部分 可能冬天需要滋潤一點